說剛剛的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我說呢 因為剛剛呢會一直膨脹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希望說呢 檔案不斷膨脹的話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現在已經500多了 如果我再跑一次 它又變成說再200多k 所以它的檔案一直不斷 現在已經1.24了 所以它一直乘2乘2 那也就是檔案呢一直膨脹 所以我們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這個檔案是存在的 那我會先什麼 在程式剛開始的時候 先檢查這個有沒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就把它刪掉 但如果沒有存在 那就沒事 那程式如果寫 很簡單嘛亮行 前面都寫過啦 所以我簡單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寫什麼if if什麼呢 OS後面有個什麼 OS後面有個paste點一日 我剛好講過 那你就把那個路徑有沒有 放到這裡來 那個路徑底下有沒有 o.tsc這個檔案啊 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那為true 為true的話我要做什麼 os.remove就好了 然後呢再把後面這個路徑有沒有 再複製一下貼到這邊來 這樣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那個檔案存在 那我就刪 那可是如果不存在呢 不存在就過而已啊 沒什麼嘛 所以兩行搞定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而且其實真的有不難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 盡量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敘述 然後呢把那個相關的方法 你把它記熟 後面就ok了 所以底下的話呢 有更多的這些方法 也許你們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變化 我上面有放啊 在第幾頁呢 在第24頁這裡 不是 應該是上面這 23頁這裡 OS模組 常用的方法 還有這些 有沒有 那你就 將來如果遇到的話 那你可以再自行再找一些方法 把它弄上去 其實用法應該都知道了 只是說 你要熟悉這些東西 不見得每個都會用到 但是用到你要會用就對了 如果說呢 這裡面沒有 你還可以到什麼 到官網裡面 OS的這個模組裡面去查 哇這麼多 這麼多 每個都是啦 這個我想你慢慢習慣 雖然你剛開始看這個會看得很痛苦 但是你看久了之後你也就習慣了 反正這有點像字典嘛 反正你不會的字 你就來查不就好了 查就有答案了 ok 不見得說 一般的書籍裡面也會有 如果這個還不夠用的話 其實喔 在那個我的獎益的最下方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OS. 什麼呢 SY 這個 不是OS啦 SYS 套件 SYS 等於SYS的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的話呢 它也有一些常用的 有沒有 像離開 退出的話 強制離開 或者是說呢 配死 不過你會發現 它跟OS有些是重複的喔 像OS裡面也有離開喔 兩個其實效果差不多 那你就是折一就可以啦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但是有一些可能 SYS有 但是OS沒有的 那你們可能就是自己再參照一下 這裡面的一些相關的要點 那待會的話呢 其他還有像 我這邊還有補充喔 如果你用Excel VBA來撰寫的話 那其實呢 也有點雷同 只是說哪裡不一樣喔 在那個什麼呢 VBA裡面喔 它不是用 always.work 它是用什麼 用DIR 這個函數 那這個DIR函數呢 它也可以幫我們把 某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名 跟副檔名 全部都抓回來 沒有問題喔 OK 那 這個給各位參考 第一次DIR會抓第一個檔案名稱 那當然跑個回圈 DoFile 如果當它最後找不到了 已經跑到沒有那個 找不到檔案了 它就是沒有空自創 所以當它有找到那個檔名 它就會丟一個檔名 三重 中立 一直到鳳山了 鳳山再來就沒有了 沒有就跳離回圈 如果要找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DIR 後面空的 這個意思是說找下一個吧 你看它就幫你找下一個 先找中立 下一個DIR 就是在把中立的名稱給它 那一樣喔 我們就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邊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用VBA寫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程式這邊也有 兩項比較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就要來看有關字典 OK 那前面的話都是用LIS 後面的話字典 字典顧名思義嘛 其實字典就是一個有點中翻音好了 過音翻中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兩個LIS 那它一定會有一個KEY 一個VALUE KEYVALUE的架構 也就有點像兩個欄位啦 那我們裡面的話有哪一些比較常用的方法 包含就是說呢 LEN LEN一樣 跟那個LIS 一樣會有一個 算裡面有幾個 另外還有CLEAR 就是把它清空 COPY的話可以複製 另外有一個GET 其他還有KEY KEYS的話就是把 這個 字典裡面的KEY 它有KEY跟VALUE 把KEYS就是 把這個KEY裡面所有的資料 幫我把它抓回來 那抓回來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丟到什麼 丟到一個LIST裡面 也就是說 其實字典你可以看成兩欄 一欄叫KEY 一欄叫VALUE 所以我的習慣是什麼 把它分別處理 待會的話呢 一樣我們可能就是拿之前做過的範例 但是我們不要用LIST 我們如果用字典的話 該怎麼做 比如說像之前我們做過的這個範例 學生成績的計算 國文、英文、數學 那如果說我不要用LIST 我用字典有沒有辦法處理 當然可以 那怎麼處理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 第一個 OS.pass.add 檔案是否存在 那如果要把它刪除的話 那你就點remove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是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 刪除的話 剛剛的那個刪除 我是把程式寫在這個下方了 這邊 第27頁 就這個 只是說那個路徑 可能跟我們現在的路徑不太一樣 我現在是寫成這樣了 把它貼到這邊 27頁 就在這裡 把它加個顏色 OK 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 就是字典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另外順便那個變化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合併的 這個O.tst怎麼樣 合併完之後我希望再做一個變化 不過這個是延伸的電影 我希望合併完 那我就把什麼 把O.tst以外的檔案 就刪掉了 因為我合併了嘛 那底下這些東西全部不需要了 如果我把這些什麼 全部又刪掉 只留下O.tst 第一步就合併 那第二步的話 我希望再把O.tst 再恢復成25個檔 好像只有比較困難一點 也就是我剛剛是合併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第二就是 我希望把它再分割 按照每個這個區間有沒有 做分割 這要怎麼做 其實 這就比較難一點點了 但是我上面有補充 也許各位可以想想看